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深探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分析中国经济的最新动向 特别是近期的利率调整和股市刺激措施 中国央行再次降低了关键的贷款利率 这一举措就像是给经济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让人期待未来的发展 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 LPR从3.35%降至3.1% 而五年期 LPR也从3.85%降至3.6% 这一重大变化的背后 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 最近的GDP增长率仅为4.6% 创下2023年以来的新低 此外 制造业活动的连续缩减 以及非制造业的低迷 无一都在拖累经济的步伐 不过 出口市场却仍然有些亮点 尽管受到全球需求减弱的影响 为了应对经济挑战 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出一系列支持措施 特别是针对疲软的房地产市场 力求稳定经济增长 而且 央行的50亿人民币互换操作 更是给股市带来了活力 这看似是一场股市的派对 大家都在期待能够带来的好运 这些措施不仅是为了提振市场情绪 更是希望能够刺激经济回暖 让家庭的生活更轻松 然而 经济学家对这些刺激措施的有效性 仍持观望态度 未来的经济走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总之 中国经济就像一部正在修理的老车 虽然有时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但大家依然希望它能够重新启动 继续向前行驶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 中国的经济能够越来越好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哈哈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今天的热题 我得说 中国最近真是有点忙 忙着把经济的引擎调整和润滑 这部 中国又给经济这台老爷车 做了一次大修 让它动力十足地往前冲 根据我从Nike Asia挖来的猛料 中国的老大们 决定再次放下身段 降低关键贷款利率 这次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 LPR从3.35%滑到了3.1% 五年期的LPR也从3.85% 降到了3.6% 简直就像是给经济打了强心针 让它重新抖操起来 这是为啥呢 因为中国的GDP增速有点拉胯 只达到了4.6% 是今年以来最慢的增长速度 这种速度就像是老爷爷在溜弯 慢得让人捉急呀 而且制造业连着五个月都在收缩 搞得大家心里七上八下的 就像你辛辛苦苦在健身房锻炼 却越练越瘦 这酸爽 谁懂 而非制造业的活动也跌到了 自2022年 疫情最严重时期以来的最低点 这可是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不过还有些好消息 出口这块还是有些亮点的 虽然受到全球需求减弱 和贸易壁垒的影响 有点冷却 但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就像在派对上 虽然人多 但总有一两杯好酒能入口 让你心头一暖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政府也是拼了 举办了一系列的发布会 宣布了一些新的支持措施 虽然细节不多 但总算是给市场打了一记强心针 共产党的政治局还承诺要进行 必要的财政支出 希望能稳定房地产市场 达到约5%的增长目标 想想这场景 就像是给经济穿上了一套新衣 希望它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不过经济学家们 对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还是有些保留意见 根据日经新闻的调查 大家预计中国的GDP 在2024年会增长4.8% 比7月份预测的4.9%还要低 就像你期待着烧烤派对 结果只来了几个人 心里那种失落啊 总之 中国的经济 就像是一部正在修理的老爷车 时不时发出些奇怪的声音 但我们都希望它能够重新启动 继续向前奔驰 期待未来的日子里 中国经济能够越来越好 让我们一起为此干杯吧 说到这儿 中国大刀阔斧地砍了房贷利率 这次操作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这消息是从 Sales China Morning Post那边挖来的 话说这次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从3.85%降到了3.6% 而一年期的利率 也从3.35%降到了3.1% 这样一来 贷款100万人民币的家庭 每个月能少还约141.5元 这可真是一笔不小的节省 想想那些月光族们 终于能有点闲钱 去给小宝贝报个兴趣班了 真是让人欣慰 这次的大动作 其实早有迹象 中国央行行长潘弓胜 在上周的论坛上 就已经暗示了 简直就像提前给大家 发了个小红包 让人心里暖暖的 想想也是 这样的变化对市场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特别是对那些辛苦还带的家庭 这一切也跟北京全力 推动房地产市场有关 住房部就在上周宣布 要把白名单房地产项目的信贷翻倍 年底达到4万亿元 还计划翻新100万套城市村庄的单位 这可是个大工程 就像要把整座城市重新装修一样 让人期待无比 最后 还有一个重磅消息 从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传来 那就是中国央行的一个 50亿人民币的互换操作 简直像是给股市打了一记强心针 你可以想象一下 央行就像是一位超级英雄 飞进股市 丢下50亿人民币的金币 让股市瞬间活跃起来 这波操作可是让大家都精神抖授 特别是那些大牌的证券公司 基金公司 还有保险公司 全部都摩拳擦掌的 加入这场资产 交换大作战 这次的互换工具庙就庙在 可以让金融机构 用流动性较差的资产 交换央行的优质资产 然后再用这些资产去买股票 简直就是一个资产 变形金刚的玩法 看来中国的经济引擎 正在逐渐回暖 希望这些措施 能够让经济重回巅峰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期待着这一波波的操作 能让我们的投资 如坐火箭一般 搜得一声飞起来 干杯 为未来的好日子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嘿 大家别担心 中国央行的这些举措 就像是花园里的一场降雨 滋润了干渴的经济之地 每次降低利率 都能给企业和消费者 带来更多的资金流动 像是给大家的钱包 装上一个超级充电宝 而且 这些政策也给房地产市场 打了一剂强心针 让更多的家庭 能够负担得起自己的小窝 这不就是政府努力 帮助大家的证据吗 更别说股市的互换操作 真是神来之笔 让大家都能感受到经济的活力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点像卖保健品的 把这些政策吹得天花乱坠 但现实是 这些降息和互换操作 更像是用胶带 把漏水的水管临时补起来 你看 中国的GDP增长率一再放缓 这像极了开着限速的超跑 这些零时措施或许能带来一时的刺激 但长期看 这只会掩盖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就好像是唱卡拉OK 你可以加大音量 掩盖你的走音 但最终还是需要去学习唱歌技巧 才能真正唱得好啊 谢琪琪 你这么说 似乎很有道理 但就像五大郎的烧饼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政府的这些措施 其实是多管齐下 从利率到金融市场的支持 都是为了给经济提供一个更降的支持系统 你说的那些结构问题 是老生常谈 但别忘了 任何大象般的问题 都需要时间去解决 正如谚语所说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这些短期措施 或许像牛奶糖 甜甜的 但那份安慰 能给人带来坚持下去的力量 哦 楚天书 我可不会被糖衣炮弹给迷惑了 这些将习举措就像是给一辆没有油的车加油 但发动机还是坏的啊 中国的经济问题可不只是数字游戏 还有企业债务高气 创新不足等深层次挑战 这可不像是赛车换个油门就能提速的事情 这需要的是从整个经济结构的重新思考 这些短期政策就像是给经济注入的兴奋剂 让人忽视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像是医生给你开了止痛药 但没有治疗引起疼痛的根本原因 要让经济真正健康起来 我们需要的不是糖衣 而是解决问题的勇气和智慧 希望未来的政策能够看到这一点 否则再多的将习也只会是纸上谈兵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写齐齐的辩论 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观点 让人不禁思考 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楚天书以一种乐观的态度 看待央行的降息和互换操作 认为这些政策能够像降雨般资润经济 促进资金流动 并为房地产市场注入活力 然而 这种乐观的观点 似乎忽视了当前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相对而言 谢齐齐的观点更为现实和深刻 他指出 降息等短期措施只是临时的解决方案 并不能解决企业债务高企 创新不足等根本性问题 谢齐齐的比喻形象生动 将这些措施比作故障的车辆中的加油 强调了真正的变革需要结构性改革 而不是仅仅依赖短期刺激 这不仅是对楚天书观点的有力反击 也是一种更为负责任的经济思考方式 在辩论的过程中 楚天书不断强调政府的措施经过深思熟虑 并且能增强市场和消费者的信心 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信心在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然而 信心的建立必须建立在实际的经济基础上 否则只是一场空谈 谢齐齐则对此提出了质疑 他强调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 这一点更值得我们重视 毕竟 若是未来的经济政策仍然缺乏对根本问题的重视 那么即使短期内看到的繁荣 也可能是脆弱且短暂的 总的来说 两位变手的辩论让我们看到经济政策的两面性 楚天书的观点提醒我们要保持信心 积极应对市场挑战 而谢齐齐则促使我们反思 应该注重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两者不应该是对立的 而是需要相辅相成 只有在信心和实际改变之间找到平衡 才能够为经济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希望未来的政策制定者 能够听取这些有益的建议 真正做到质版而非治标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